嗨 我是Ann 今天帶大家出來玩 現在是二月份 二月份賞花季 賞什麼花最多的人看 櫻花 那咱們桃園呢櫻花最多的地方 我想就是在拉拉山 拉拉山有個農場叫做恩愛農場 十年前 它很夯 十年後的今天還是很夯 今天是平日的禮拜三 二月十二號 還是很多人 因為大家都來看櫻花拉 這個點呢基本上在八年前的時候 我和榜哥就已經來過了 還沒結婚之前就來過 因為談戀愛嘛 那現在呢重遊就地 回憶一下當初戀愛的感覺 好啦就要帶大家來看櫻花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現在的花礦拉 榜哥看一下吧 嘿 這個呢是上面的停車場 它的花基本上已經開了大概八九成了 但是下方停車場 只有花包 花包花包花包 所以呢原則上應該是二月的中下旬之後 才會盛開 建議啦 大家二月的中下旬再過來會比較好喔 好吧我們來去看花跟花拍照啦 Go 那在這個上方停車場的邊邊這個產業道路上面呢 這個步道櫻花超美的 我自己就還蠻喜歡在這邊拍照的 你看有沒有覺得很漂亮 拍照打卡超美的 我真的好懷念這裡喔 有戀愛的感覺喔 然後原則上呢 在這個上面停車場的邊邊這邊會有個小市集 但是平日它應該是 沒什麼攤販來擺攤的 早速一些啦 下日應該會蠻熱鬧的喔 這邊 給大家參考一下吧 這邊 好啦 封城瀑布的從桃園平鎮開車過來 其實少說我們開了兩個半小時 有了吧榜哥 有 對 因為其實從池湖開車上來 兩個小時 我會暈車的 我坐到也都暈車 真的是 很累很累很累 好啦我們的票價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每一個人進來要收一百塊 它不是一車一百塊 是一個人一百塊 所以你今天一整車坐五個人 那就要收五百塊 那它是不抵消費的 算是一個場地的維護費用 那它這邊有餐廳可以點減餐去使用 也或者自己可以把這邊當作野餐的順地 自己帶東西來吃是可以的 好啦 這原則上我覺得它整座農場 恩愛農場整座 目前今天以2月12號的花礦來說 只開了一半 因為就只有在這個上面停車場才有花盛開 那其他的地方都是花包 其實對話說有點可惜 因為我是看他們粉絲專業 想說他們的花礦應該很讚 所以上來的 那上來之後看到其實 就是只有一半 有一點點失落的 因為我坐車坐了好久 有點厭世的狀況 現在在這個地方拉山上面 就很尷尬的 不知道它在繼續往前 繼續往宜蘭的名詞開呢 還是它在原路的回去 其實有點尷尬吧 榜哥是不是 是 你決定要怎麼回去 原路回 好啦 對 等一下就是原路再回去啦 好啦 我們就看畫吧 在你最愛的小夢 我牽著你的笑容 那水紅水光 擁有夕陽重重 好啦 我身後呢 就是恩愛農場的用餐的餐廳 跟戶外用餐區 先跟大家簡單的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邊的用餐規則 這邊呢 有分單點的 單點就是那種飲料啊 甜點 然後還有那種套餐 無菜單料理的套餐 大人是每一個人都收500塊 小朋友是250 是按人頭計費的 有興趣可以去 但是我今天沒有要吃啦 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那這邊呢 就可以看一下風景 小心 可以看一下風景 爽一下 拉拉山的 無敵山景 跟雲景 那要跟大家講 就是看 都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目前的花礦 就是 還沒開 看一下吧 這邊就是可以看到我剛才停說的停車場的花礦 下方停車場 好啦 應該是說他們的品種不同 所以開花的時間就是不太一樣啦 緊供參考啦 建議大家就是二月的中下旬再過來 因為現在就是花包準備要開了 應該二月底我覺得比較適合啦 好啦簡單說呢 那我真的覺得建議 朋友們二月底再過來 應該農場會比較適合 因為現在就是都是花包還沒開 要不然 這個啊 這一道往下走的 延伸下去的步道 花開的時候 很美 而且很好拍照喔 這是我過往的經驗啦 今天現在就是二月十二號來 其實 花真的開了不多 有那麼一丁點的失落 然後真心建議聽我的二月底再過來 不會讓你後悔喔 好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右下角按個訂閱 按讚分享 都是給我們很大的支持 以後我們會常常帶大家出去玩 下回見 掰 掰